我是梅妍 那各位看我現在應該算是比較榮光換髮的對不對 其實我失眠了整整七年 我這七年來我幾乎大概就是晚上11點多歲 大概就是睡到一兩點我就醒了 那每天就是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我的鬧鐘 現在是三點 現在是四點 現在是五點 然後起床準備上班 可是我為什麼會失眠呢 其實這個問題其實算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我的先生他常常跟我講說 你是自律神經失調了 你是更年期了 你應該要吃藥 可是這些都不是 因為我的心生病了 那我的心為什麼生病呢 因為我跟我先生我們結婚以後 我們有一個兒子 那我先生他的收入非常的高 那我自己也是擁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可是在我先生50歲那一年 也就是七年前 他的老闆他跟他說他們公司要重組 那因為你在公司收入這麼的高 影響到公司營運收入跟支出這樣的一個計算方式 他請我先生退休 可是這很慘 因為他的收入幾乎每年是將近兩百萬 那這樣我一下子我的收入少了 一年收入少了這麼多 所以我就是這樣開始失眠 那我先生他退休了以後 其實他很年輕退休的 但是他意志消沉 他走不出來 也就是我不管我做什麼 我先生都覺得都不對 因為他變得很敏感 我說什麼他都覺得我是在刺傷他 那也是因為我也常常犯了 就是我吃這個很大很大的毛病 我就覺得我很愛你 我也覺得現在這個家我撐起來了 可是這個就是我們爭吵的原因 我們爭吵的那個強度 幾乎就是搶劣颱風 狂風暴雨 那我兒子那個時候還是小學 那在小學的階段 他看到父母每天都在吵架 那孩子變得不愛說話 變得你問他什麼 他只回答你 所以這就是我的家庭 我從一個和樂 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就這樣一夕之間就完全沒了 所以我開始失眠 那我先生也走不出來 那個對他事業的那種心痛 那種靈魂的那種意志消沉 那兒子也變得不愛說話 所以我們一家三口 就是各過各的 我在房間 我先生在客廳 我兒子在書房 這個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幾乎每一個禮拜 我都會去跪求菩薩 我告訴菩薩說 我到底要怎麼做 才能夠挽回我自己的家庭 我在菩薩面前 我幾乎是常跪 而且幾乎是淚流滿面的祈求 老天爺能夠給我智慧 能夠讓我解決我的問題 真的 我真的好幸運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學習過什麼 我也沒有修行過什麼 可是我就是在馬路旁邊 在公園裡面 我就接到了一張活動DM 跟一本療癒權利 我就是這樣子按照上面的電話 我自己打來天原文化教室 7月2號 就是去年的7月2號 我參加了大型感恩分享會 7月15號 導師他回到台灣的第一場講座 我失眠7年 就在這短短的半個月 半個月 我一覺睡到天亮 而且睡得非常的香甜 我不知道這麼簡單 就這麼半個月 治療了我那痛苦的失眠 然後我就相信 我全然的相信 太陽聖德導師他所說的 他所教導的 而且他所有的課本 他所有的著作 所有的歌曲 我一堂課也沒有落掉 我每天炒菜、洗衣服、做家事 我就把導師的音檔 還有導師所有的著作的歌曲 我就都是這樣子 透過一個小小的藍牙喇叭 我開得比 我們的排油煙機還要大聲 當你這樣聽的時候 你發現家事做得好快 做得好好 你根本不需要花 特別我要來休息 我要來做什麼 不需要 你就是邊做家事 就可以邊學習 導師在這樣子的 我學習了去年大概半年 我發現我先生臉上有笑容了 我發現我兒子也變了 而且我們三個人變得 就常常講話聊天 就是恢復到以前的那個樣態 去年12月24號 我請我先生參加導師的身心靈滋養班 那一天我先生從一開始上課就睡著了 睡到下課 但是他回家他告訴我說他睡得好舒服 他這七年來他的靈魂的那種意志消沉 那種不甘願的感受就在那一天的身心靈滋養班 他被療癒了 被滋潤了 所以我先生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恢復了他以往帥氣的 還有他那個讓我覺得 我自己看了都很心疼的那種笑容不在了 他現在變得很陽光 變得很開心 那在去年的應該說今年的1月6號7號 我參加了大阪跟那個導師的課程 那因為我兒子那時候慢慢的進入高中 他就是叛逆 而且我覺得是在他小時候 跟我先生這樣子的吵架 讓他心靈也受傷了 那1月6號7號那兩天的課程當中 導師有一個叫做深情緩緩的一個功課 一個活動 導師說你只要把你所想要說的話寫下來 傳給那一個人 你們當中所有結一定可以打得開 就這樣子 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 傳給我的兒子 我兒子馬上回我 媽媽我愛你 其實媽媽我愛你 這五個字對我而言 我等待了七年 兒子從七年前一直到現在 不再說媽媽我愛你這幾個字 我前幾天 我自己在把這封信拿起來 重新看一遍的時候 我就好佩服 我的文筆從來是都不好的 為什麼在導師的課程當中 我可以把這封信寫得這麼感人 我自己都嚇一跳 原來是導師 是導師他打開我的開關 是導師他救了我的家庭 因為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 我也不會 我也根本找不到好的辦法 來解決我自己的失眠問題 我先生那個意志消沉的那個靈魂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讓我的兒子 變得這麼開朗 這麼開心 都是導師 太陽聖德導師他所有的著作 他所有的音檔 我們只要願意好好的去做 即使我在炒菜在拖地 我都是在學習 就是這麼簡單 不需要特別花大錢 也不需要有什麼字 就是你本身要有什麼慧根 只要我們慧根 就是導師他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導師他給我們什麼功課 我們就好好的去如實的 去實做實修實練 就是這麼簡單 跟各位分享 我今年是55歲 那其實我以前 這七年失眠的狀況 其實他讓我的臉龐 讓我的黑眼圈 其實是加重了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這還不到短短的11個月 我相信我應該是有慢慢的恢復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那我也知道我現在在太陽聖德導師 他所教導的超級生命密碼 這個學習系統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恢復到 我原本那樣子的美貌 因為我們都懂得愛跟感恩 我們懂得把我們的正能量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這樣子我累積我自己的得資量 我救了我自己 我也救了別人 所以在超馬系統裡面是 美的人都是男的帥女的美 相信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把握這個機緣 踏出這第一步 相信我們都可以得到 我們心裡所想要的 我們最需要的 以上是我的分享 養恩 養恩 養恩導師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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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擎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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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